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港人上街 反國歌法二讀 超過300人遭港警抓捕 中共強推國安法 川普表示週末之前會強硬回應 中共威脅孟晚舟案 特魯多反擊 要司法獨立 防疫不必封城 瑞典模式引發關注 香港立法會週三恢復了國歌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再度引發了港人抗爭 港府觸動了大批的網報警察進行抓捕 截至傍晚5點半 已經有超過300港人被抓 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剛剛發表推文說 他已經向國會提交了報告 鑒於事實 香港已經不再獨立於中國 美國和香港人站在一起 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惡法 香港立法會在親共立法會議員的主導下 也在週三展開備受爭議的 國歌法二讀辯論 計畫在下週四展開三讀 雖然香港泛民主派議員三次提出優惠辯論 但都遭到主席梁京元的反對 面對惡法連續逼禁 香港網民發起包圍立法會 三罷等多種方式抗爭 港警如臨大敵 派出3500警力 嚴密不防 同時有傳廣東省公安廳廳 中長親自坐鎮香港指揮 有幾千公安也沿入了香港 那今天港警在香港多區 都採取了大拘捕行動 共拘捕超過300名 週三上午香港立法會重啟 備受爭議的國歌法二讀 引爆香港民眾怒火 包括立法會所在的金鐘 附近的中環灣仔 銅鑼灣 以及旺角都有大批港人上街抗議 在銅鑼灣的衝突當中 港警拉扯一位白髮老人 慌亂中一名紅衣男子倒地 被港警壓制 群情擊沸 港警拿出警棍胡椒噴火 朝民眾做事威脅 民眾不滿 大喊放人 在銅鑼灣有數十人被港警抓捕 絕大多數都是年輕人 其中包括香港立法會議員 許志峰的助理 而在旺角也有多人被捕 上車時旁邊的民眾交集呼喊 要他們看過來拍下容貌 怕他們被消失 香港警方在臉書表示 截至傍晚五點半 警方已經抓捕超過300人 新唐人亞的電視 張士林 綜合報導 中共在香港立法會強推國歌法 規定國歌奏唱 國歌教育等等 祭出法則刑法 只要被認為涉嫌侮辱不禁國歌的行為 就被視為犯罪 法案還預定將所謂的國歌教育納入中小學 讓中共洗腦式的教育進入香港 引發港人抗議 防暴警察衝向前向市民發射 述發胡椒球袋 27日香港立法會重啟國歌法二讀 引發港人上街抗議 因為港人擔心國歌法 將變成中共限縮香港言論自由的工具 甚至成為中共身守香港教育的途徑 其實國歌法很明顯就是想要洗腦我們香港下一代 甚至是我們現有這一代 想要對我們的思想去伸手洗腦 去讓香港人現在的認同 叫我們覺得是中國人 然後我們覺得在這個自由思想的四代 其實我們是不能接受 香港國歌法條例草案規定 凡是涉嫌公開及故意篡改國歌歌詞 曲譜或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 即視為犯罪 最高可判處監禁三年 草案還預計將國歌教育納入中小學教育 教導國歌的歷史與精神 讓中共能夠利用國歌法 對香港人進行洗腦式的愛國教育 我們的意想委裡面 不是希望我們明辨是非 不是希望我們能夠分析真假 也要知道什麼叫善 什麼叫惡 知道什麼叫真 什麼叫假 而真和善是神祖應該預定的 張燦輝說 中共的教育不准學生明辨是非 更不許獨立思考 而如今在中共的控制下 企圖借港府以國歌法伸手香港教育 灌輸愛國思想 要讓香港加速通往一國一制的道路 新唐人亞太電視 陳輝摩 林玉堂 張元廷 臺灣公民團體27號召開聯合記者會 強烈譴責中共無視香港人追求自由和民主 臺灣民間團體將提出港澳關係條例 民間版第18條草案呼籲政府明確對香港人的庇護機制 國安立法 摧毀香港 臺灣公民團體聯合舉辦記者會宣言香港 近期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 草案明定中共將在香港設立國安執法機構 在臺港人擔憂 中共以所謂分裂顛覆國家等 莫須有罪名將香港抗爭者定罪 現在是香港瀰漫著恐懼 我們害怕可能以後再沒有機會說真話 我們害怕身邊的朋友一個一個的突然被失蹤 我們害怕香港會變新疆 過百萬人被關金集中營 國安法甚至有很大的可能 遠遠超越送中條例的惡夢與威脅 是送中的超級惡化版 不需要送中了 其實直接把香港變成中國 中國政府這樣的一個做法 其實就是一個對文明的破壞 香港市民不懼中共壓迫 持續站出來反抗惡法 但一旦港版國安法通過 預計將有大量抗爭者來臺尋求協助 而先前蔡總統表示 港版國安法通過不排除會停留 港澳關係條例引發外界擔憂 臺灣可能限縮港人來臺相關權益 在國際安全法之下 香港人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所以我們希望臺灣政府 可以把一些草案更加明確化 可以給港人更全面的協助 我們希望那個庇護草案可以可不容忍 臺灣到目前都沒有一個 正式的庇護機制 然後政府所謂的 已經有提供足夠基礎的現行法律 其實也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港澳18條 很明確的缺乏了具體實行的細節 因此而導致在實行上 有治安難行的問題 面臨到例如處理程序不明確 全力義務模糊 然後包含受協助者 他們其實缺乏了各項資源 都必須要仰賴民間的協助 公民團體近期將提出 港澳關係條例第18條草案 希望政府明確化 庇護機制 也展現臺灣公民社會 撐香港的決心 榮邦中共 天地不留 新韓人亞太電視 領運堂 張雲廷 台灣TV 採訪報導 針對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 美國總統川普週二表示 美國會做出強烈的回應 在本週末之前 將會宣布具體的行動 白宮新聞發言人麥卡納尼表示 川普暗示 如果中共強行接管香港 香港可能會失去金融中心的地位 週二 川普在白宮發表 《保護患糖尿病》老人講話 有記者詢問 針對香港問題 可能對中共採取的制裁措施 川普表示 正在做一些事 將在未來幾天公布 川普之後補充說 本週末之前 將公布美國政府 對中共的強烈回應 你將會聽到最後一段時間 很強烈的回應 白宮新聞發言人 凱利·麥卡納尼 週二 表示 川普對中共最近打壓香港的行為 感到不滿 香港可能會失去金融中心地位 我直接向總統 來回答這個 他告訴我 他與中國的努力不滿 而是難以看到 香港能夠成為金融中心的地位 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 週二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 中共正在犯下大錯 我認為中國正在犯下大錯 公司稱系統錯誤造成了一些反共詞語被刪除 而近日 一名知名的網絡財經評論人士的 三個推特帳號也都被封號 被懷疑 和他評論推特的新僱用的 獨立董事李飛飛的背景有關 週二 川普總統發表的推文 也首次被貼上了警告的標籤 川普反擊說不允許推特 扼殺言論自由 另一方面 今天加拿大法庭 將會對孟晚舟案做出關鍵裁決 今晚美東時間9點半本臺熱點互動直播節目 將會邀請專家熱議 歡迎觀眾朋友們見識收看 並參與討論 加拿大被施省最高法院 週三將會對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案做出裁決 如果符合了雙重犯罪 將會引渡美國 中共再次對加拿大政府進行威脅 要求釋放孟晚舟 而加國總理重申 對加國的司法獨立充滿信心 華為首席財務長孟晚舟的判決 將在週三進行 不過中共卻再次對加拿大政府威脅 表示以免家中關係損害 要求釋放孟晚舟 加拿大總理則是重申 對加拿大司法獨立的信心 不必為任何判決道歉 2018年12月 加拿大按加美引渡條約的規定 逮捕了在美國被控欺詐等罪的孟晚舟 幾天後 中共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 扣押了加拿大公民康明凱 以及斯帕沃爾 有學者分析 中共是害怕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國 並且揭露華為與中共國安局的關係 不過24號 孟晚舟罕見地出現在卑詩高院外 身穿黑色長洋裝與一群人合照 並比上勝利的手勢 如果卑詩高院法官周三裁決孟晚舟 構成雙重犯罪 引渡程序將會繼續下去 新唐亞特電視唐杰安整理報導 韓國和韓半島在地理和政治上 一直是阻止中共控制亞洲野心的一個因素 而中共對韓國始終實施親中化的戰略 對此 全國教授聯盟的學者們表示擔憂 從不同角度分析親中政策的現狀和危害 來看本台韓國記者的報導 起名大學中國學教授李志榮表示 在地理政治角度上 韓國和韓半島是中共在擴張亞洲霸權上 第一攻略對象 自由民主的韓國和韓美同盟 也被中共認為是擴張霸權的第一障因素 因此對韓國展開親中化戰略 與惠哲討論了在世界秩序轉折期 韓國政府應該遠離中共 不要陷入所謂的美衰終盛的幻想中 有關的電影制動作 各個的政策 同時以為 勢填著 負傷性的秩序 因此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共產黨的力 合格的速度 學者們認為 中共正處在一黨獨裁的政治體系危機中 同時中共的擴張極權主義 也正面臨來自香港和台灣 自由民主運動的抵制和挑戰 期待社會正義的全國教授聯盟 是由韓國377所大學的630名教授 組成的保守派市民團體 新台人記者今夜 韓國首尾報導 南美洲成為疫情中心 巴西最為嚴峻 廣告之後請回來 週三除中國大陸外全球將近571萬人 確診感染了中共病毒 有超過35萬人喪生 目前南美洲成為了疫情中心 單日新增的確診數全球最高 目前巴西疫情最嚴重 5月6號以來 幾乎每天新增確診1萬人以上 累計確診病例僅40萬 2萬4千多人死亡 秘魯週二新增確診5772例 累計129000人 當局上週宣布 全國緊急狀態延長到6月30號 但街上仍可見到民眾 違反社交距離規定 致力疫情嚴峻 累計77000病例確診806人喪生 醫療體系瀕臨極限 必須設立野戰醫院應急 墨西哥週二新增3455例確診 501人死亡 單日最高 墨西哥週一公布了有記錄以來 最嚴重的貿易逆差 摩根達通預計 墨西哥第二季度經濟將萎縮40% 總統佩洛斯·奧夫拉多爾警告 可能有100萬人失去工作 伊朗新醫會週三召開首次會議 當局稱參加開幕式的268名議員 病毒檢測呈陰性 伊朗週三新增2080例確診 累計超過14萬 死亡7564人 其中有1萬名醫療人員感染 多名政府官員及議員染疫身亡 外界質疑伊朗和中共及朝鮮一樣 瞞報疫情 韓國高二以下學生週三開始復刻 當局通報新增40例確診病例 創下7週以來最高 累計11265人確診 269人死亡 新唐人記者李梅綜合報導 中共病毒全球擴散 不少國家採取了封城的措施 希望通過限制社交活動 來阻止病毒的傳播 而瑞典沒有強制出臺居家令 也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感染 瑞典的外長週三表示 防疫策略從長期出發 有學者認為最終全球可能都會 採取瑞典模式 瑞典外交部長林德週三表示 瑞典防疫策略是從長遠考慮 林德說 判斷防疫政策好壞 要等到疫情結束 瑞典中小學正常上課 飯店和商店大多正常營業 目前只關閉了高中和大學 禁止50人以上聚會 瑞典政策是所有歐盟國家中最寬鬆的 雖然沒有封城 但瑞典沒有發生大規模感染 或醫療系統崩潰現象 週三 瑞典累計確診約35,000人 死亡約4,200人 低於從3月份就開始封城的 荷蘭和比利時等歐洲國家 5月12號 瑞典三位經濟學 社會學和政治學專家 在美國外交雜誌上發表文章認為 無論是否贊成瑞典模式 美國和歐洲許多國家 都開始逐漸放鬆隔離政策 為了避免經濟停滯等許多社會問題 最終所有國家可能都會選擇瑞典模式 大多數流行病學家認為 中共病毒非常可能出現第二次全球蔓延 新唐人記者 畢新慈 名譽綜合報導 稍後來看 庫德洛表示 政府可以資助美國企業 轉回供應鏈 歡迎回來 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週二表示 美國經濟在下半年會出現大幅度的反彈 並將延續到2021年 川普政府願意支付花銷幫助美國企業遷回美國 5月26日 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 在白宮前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由於中共病毒的影響 使美國經濟嚴重受挫 但很多早期跡象表明 在第三季度 美國經濟開始復甦 消費者性侵上升 下半年美國經濟會有巨大反彈 庫德洛認為 美國防疫有如此進展 經濟得以復甦 與川普總統 彭斯副總統 及醫療團隊的傑出表現不可分割 這只是幾個月之間的驚訝 我給他們很多誠意 我認為這是一種原因 為何延續的路線 一種原因為何經濟開 同一天 庫德洛接受福克斯新聞 商業頻道採訪時表示 川普政府歡迎任何在香港 或中國大陸的美國公司 將供應鏈遷回美國 我們會做到最多的費用 如果他們回到他們的供應鏈 和美國的營養 新唐人記者顏熙 綜合報導 好 下面我們來看一組環球財經簡訊 會與國際平行估計 全球經濟前景的評估開始穩定 經濟活動停滯可能即將出地 全球經濟將衰退4.6% 今年GDP估值保持不變 預估中國大陸成長0.7% 美國衰退5.6% 日本衰退5.0% 美國國鐵公司需要額外獲得 14.75億美元的紓困金 下一個預算年度將裁撤20%的員工 媒體每年都獲得政府20億美元資助 美國爆發中共肺炎後 媒體的乘客和營收 較去年同期大減95%以上 法國針對汽車業的刺激計劃 再增加80億歐元 目標是到2025年 將電動或混合動力汽車的年產量 增加到100萬輛 法國汽車業聘僱了40萬人 全國有30家汽車及零組建工廠 韓國三大營運商推出5G商用服務後 5G用戶數量持續增加 第一季成長108萬戶 達到589萬戶 佔全國行動通訊用戶比例達到10% 韓國是全球第一個開始5G商用服務的國家 新唐人記者米希綜合報導 之後一起來看 《圓童年夢 業者回鄉建構友善生態園區》 歡迎回來 台灣嘉義人劉朝偉 10年前在當地建起了一處森林遊樂園 以生態保育和友善環境的理念來經營 希望讓青少年遠離3C產品 體驗野外的探索 佔地廣達3公頃的生態園區 種植許多特色花木和世界十大奇數彩虹岸 以及天竹鼠 山羊和水牛等動物 許多小朋友已經迫不及待地 拿出紅蘿蔔餵食小動物 非常棒 非常棒 這裡很好 看看小動物啊 讓牠們認識一下小動物 可是牠們很害怕 不會害怕 我也是 因為我是有看過牛 然後很溫馴 牠是植草類 不是肉絲類 這個地方就是整個都是檳榔手 在嘉義奮起湖長大的劉朝偉 希望孩子們也能跟自己童年一樣 可以在大自然中快樂成長 因此決定辭去藥廠工作 和妻子回到家鄉 建立一處以生態工法施作的 友善環境生態園區 劉朝偉鼓勵家長帶著孩子 走出戶外 親近大自然 不論是在大樹下當鞦韆 還是野外露營 讓孩子遠離3C 玩出快樂童年 新唐的電視李俊榮 方雅賢 台灣嘉義採訪報導 好 感謝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 再見 我們下期見 �營 感谢观看